为在大甲西下游的北岸高滩地 近年来受到河道中心偏移的影响 这大量的吸水不断冲刷 造成了十多公顷的农地流失 这上头的作物也都被冲毁了 农民的心血就这样泡汤 为此明代这天是特别要及的相关单位到场来会刊 希望能够找出一个改善的方案 放眼望去 河岸旁全部都是被吸水冲刷过的陡峭岩壁 这处位在大甲西下游的北岸高滩地 近年来因为河道中心偏移 历经数次大雨冲刷 造成十多公顷的农地流失 也导致耕地面积逐年缩小 农民损失惨重 它就是一直流汁 它就没汽了 这已经流过十多汽了 这农民 这农民已经流过十多汽了 现在你说流啊 你看我都穿了很多六匹就好 尤其是你做风台后来又流汽 整个都在做产人 是因为我们做了 六匹三匹都没人收成 去水里流了之后 大家也很兴奋的 明代这天也特别邀请相关单位到场会刊 希望帮农民来起命 对此市府水利局也同意将投入一亿经费进行输菌 并将输菌土方收入的一亿五千万费用当中 再投入七百万元进行高滩地陪后与边坡工程 输菌的部分做一个核心的一个导政 那第二部分呢就是民众特别关心的 就是高滩地的一个陪后 那陪后的一个长度大概有四百公尺 将这个土石输菌出来以后 在旁边这样的一个高滩地的 这个将近四百米来做一个编拨的保护的工程 那这个四百米以外 它的这个高度大概是四到五米高的一个 用土石做的一个编拨保护工程 所以一来让这个市库有收入 二来也能够让农民能够安心放心 来这里耕作 不用怕他们的产力再让大水流去 水利局也表示目前经费已经编列完成 预计三月就能够进场施工 并赶在五月汛期来临前完工 避免高滩地一再被冲刷 也保证农民朋友的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陈伯瀚台中采访报导